比,左邊比較粗一點,就寫粗一點 彈起來,那彈起來右邊就比較細一點 那你就細而滑動 按下來,把體重壓下來 這邊重,那抬上去以後,後面再把它壓下來,比 而,速,記得要稍微往中間集中,點 哎呀,常常奇怪,常常這個舊都是這樣寫的 跟我們現在就不太一樣,點 在裡面且,沒有送出去,彈回來 這個符合鉤,到後面慢慢的送出去 而,孔,點,彈起來 折進來以後,到這邊來,一過折兩過折 用力的挑上去,再就滑動 嘻嘻嘻嘻,有點出氣,彈性 孔 懷,點,跳上去,停 然後,逆上去 誒,加上點出氣 點,啊,停太大了,對不起 哎呀,下來 點,往中間,集中 讓這個字緊湊 好,腰身比較纖細 好,再來,拉開了 又要表現時候到了 跳上去,撇下來,長點 好,懷字 胸,收緊 逆上去,折下來 逆回來 哇,好粗的,撇 然後,再配上一個伏合鉤 送上去,送到底 胸 滴,滴,點,流動,撇,靈活 方折回來 在這裡是,直畫 帶起來以後,細細瘦瘦 帶過來,有點彈性 彈起來以後,再接這裡 誒,保持一個弧度 然後這個撇是沒有出去的 收回來 逆 銅,又小又飽滿 所以這個就不要客氣了 就這麼按著斜 然後這裡是一折 然後這裡又挑起來兩折 然後 連過來以後,直畫 然後記得要收緊 這才不會鬆了 銅 細 細這個撇啊,沒有撇出去 所以,要停住 再回來,這個非常細 然後這個用力的話,折過來 然後,帶過來這一筆 兩筆 然後它這個地方折的時候 要保持彈性 嗯,它有點在挑進來的感覺 挑進來是因為這邊還沒寫完 挑過來,撇過去 滑動 然後中間這個柱子比較粗 嗯,比較 有彈性 一樣上面挑起來以後 再從這邊過來以後 再扭回來 氣 臉 前面這個比較方硬 的筆畫 然後 這個 這裡也比較方折 這個臉 方折還蠻多的 那寫的時候就要把它折出來 這裡後面間隔距離要抓好 然後後面這個 旗筆又滑動下來 嗯,手筆 點 古代的挫字旁 經常都 多一個點 主要是受到 力輸的影響 力輸就是這樣子 所以 寫過來在轉變的時候 剛開始轉變的時候 怪怪的 好,那拉長 然後 滑動上去 細細縮縮滑下來 變胖飽滿的樣子 然後這也是 逆上去 接過來 停住 然後重新啟筆 滑過來以後 撇起來 撇起來 利用這個鈉 把它壓下來 鈉比較長 而且伸得很優遠 然後 點的時候 它 搭到了這個 橫畫的後面 支 一些小鈴鐺 三四 三 五 十 三 五 三 五